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场 今天是大智文殊施力菩萨的圣诞 在佛教当中 文殊施力 它代表大智慧 人不能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做的事情都是错的 想的也想错了 说的也说错了 所以这个智慧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智慧 不是我们一般观念当中的聪明 一般观念当中的聪明 往往有一句愿意讲 聪明反辈聪明物 这个一般的聪明才智 这个在佛法叫四字变聪 世间的聪明才智 那么 经典讲这个智慧 是指我们自己自信的波罗智慧 信德 信德的波罗智慧 那这个智慧 才是真实的智慧 这个智慧 有利无弊 世间的聪明才智 这个有利有弊 甚至 弊多于利 甚至是害人的 邪智 他不是正智 所以 无论世出世间法 东西有正确的智慧 政治 这个非常重要 在文书师弟 他的表法 我们学什么呢 就学个智慧 学智慧 那学佛学什么 学觉悟 学智慧 佛是绝智的意思 那我们昨天 这个 学习到 这个 太善感应篇 直讲 赐罪引他 庸释方数 自己有罪过 牵连到别人 好的方数 这个 有利益人的 这个 方法 医术技术 这些 庸释不传 那么这个都是罪过 那么我们今天 接着下面 两句 善棒圣贤 清零道德 这个 善棒圣贤 善 这个善效 毁 棒是毁棒 那这个 罪过很重 那么 那么圣贤有 初世间的圣贤 跟世间的圣贤 那么世间的圣贤 我们 一般讲 卢道 孔子是圣人 那么他的弟子 都是 贤人 这个 这个儒家讲 这个修学 三个 层次 那么最高的 达到圣 圣人 完全通达明了 这个叫圣 那其次是 贤人 赐予 圣人 再来是 金子 那么 佛门里面的 圣贤 圣是指佛 贤指菩萨 这个 这个 金子 是这个 阿罗汉 是初世间 的圣贤 那么 你去 毁棒 这个圣贤 这个 罪过就很重 毁棒 世间的圣贤 那最过都 不得了了 如果在 毁棒初世间的圣贤 那我们读了地藏经 就很清楚了 若有 毁棒 三宝者 那必定 堕 五简 第一 那个 你毁棒的 那个对象 是什么样的 对象 所以这个 罪啊 绝罪 也不相同 那么我们 讲到 就是 世间的圣贤 初世间的圣贤 这是我们一般讲 比如说 出家在家的 大德 有修有学的 善知识 你去毁棒 那罪过都不得了 这个善知识 它叫化一方 那么你去 制造谣言 给它污蔑 毁棒 那么让很多人 看到 这些 毁棒的事情 听到 就是毁棒的言理 特别现在 这个媒体 这么发达 那有很多人 他不了解 不认识 因此 他就不愿意 去亲近 这个善知识 那这个 等于是断人家的 法生毁灭 断人家的生命 罪还小 断人家的生命 就是一生的事情 你把他杀死了 他四九天才去投胎 他又有一个新的生命 但是你断人家 在法生毁灭 他是生生世世的 一次啊 那这个账怎么算 这个 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常讲 断人家的生命 最轻 断人的法生毁灭 最重 他这个医痴 生生世世 所以这个结罪啊 不是跟那个 圣贤佛菩萨 他不会怪你 那罪跟谁解 跟这些众生解的 你去诽谤 那人家 不知道啊 不了解 误会啦 不愿意去亲近他 不愿意去跟他写啦 那这个损害是众生啦 所以跟广大的众生结罪 所以罪这么重 所以这个不能随便诽谤批评 那么清典也不能随便去诽谤 自赞毁他 这个佛在戒经啊 明容规定 那现在呢 佛教界里面啊 这个大圣 看不起小圣 小圣的诽谤大圣 那这个 自古以来都有 现在是更年重 这个都是造无间第一罪业啊 所以佛强的 大圣小圣 显宗明教 都应当尊重 我们不一定啊 是写那个法门 但是啊 写那个经典 但是要尊重 不要啊 去诽谤 去贬低 这个 这个 都是造罪业 这属于办法 你看啊 《无量寿经》啊 第十八院啊 围处五逆 诽谤正法 但是观经讲啊 五逆十二也可以往生 所以这个 黄念老在 提出啊 古大德奖啊 这个 讨论这个事情 那么结论啊 就是你有五逆十二 没有诽谤正法 那 林终啊 一念十念可以往生 你没有五逆十二 但是你诽谤正法 那也不能往生 那当然啊 五逆十二加上 诽谤正法 那当然是不能往生 那 由此可知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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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的 罪过之重 所以 诽谤圣贤 善谤圣贤 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 现在人不知道啊 那个厉害关系啊 造了这个 无间地义的罪啊 自己也不知道啊 非常可怜 所以 亲灵 道德 亲啊 就是 侵犯啊 灵 是霸灵 你是去 欺负 这些 有道德的人 这个 亲灵 道德 那么 现在呢 就是 亲灵 道德 善犯 圣贤 干这个事情 要把老祖宗的文化去掉 你看啊 说不可以讲 礼意廉恥 那礼意廉恥是什么 那是道德啊 那你现在讲啊 就不要被人家 贴标签啦 就 就 就 人家就攻击你啦 他把他这个 连这个也犯政治化啦 不可以讲 礼意廉恥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这个不可以讲 明显的 善犯圣贤 清零道德 现在 干这个事情啊 那么他干这个事情 如果说你一个人 你自己去 善犯圣贤 清零道德 那是你一个人的罪过嘛 现在不是啊 他还带了 很多很多人 一起干这个罪耶 那你说 这个账怎么算啊 影响多少人啊 所以现在年轻的学生 你跟他讲这些道德观念 他听都不听的 他掉头就走 你说这个 这个是什么样的罪啊 如果你一个个人 你自己的看法 你自己去 诽谤 那个罪还小啊 那你影响多少人啊 你是不是跟他有共业啊 那我讲这个话呢 很多人他不愿意听 但是呢 跟大家讲真话啦 你自己赴什么样的因果 你自己要知道啊 要认识清楚啊 我觉得我没有给 大家讲清楚 说明白 我对不起大家 讲清楚 说明白 你听不进去 你不能接受 你还是要投给他 那就因果自负 将来果报现前 不要怪我啊 没讲 这个大家要 要冷静去思考 要依经典 你不能依那个地视台 那个地下电视台 那些明嘴 那些网金在讲的 今天的文殊师弟菩萨的圣诞 大家要有智慧 你连一点智慧去 都没有 一点分辨智慧善恶的能力 都没有 那你学佛学到哪里去了 学佛学到最后 还是到无间地义去 到时候去给阎王喊阴望 这个 就大错特错了 那你学的不对路 你的思想观念错了 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乱投票 那个都是因果 所以我们老上 很早就提出警告 二十年前就提出警告 英国票 这个不能开玩笑 所以要认识清楚 那么这个 现在要描入这个 中华传统化的 一些非常艰难的任务 你看这样的 破坏到这么严重 还继续在破坏 实在我们也是 只能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教一个是一个 真的只能这样 好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最后也是要祝大家 文殊菩萨圣诞 祝大家 烦恼清智慧掌 这个 福慧严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